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在前面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春夏秋三季 接下来再做冬季的 那做冬季之前呢 我们要先截图 那对这时间 我们可以大概切到呢 1月初 这边是一个冬季的星空 然后接着呢 就是要转到呢 面向东边 那这里呢 就会看到这个冬季星空 那冬季星空呢 这边有几个这个亮星 就是天狼 深树寺 蓝河山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冬季大三角 那一开始呢 我们用荧幕的这个截图工具 先将这图呢 先将这图检取 好 那检取之后呢 我们再切到GGV 再把这图呢 拖拉进来 这样子呢 我们图片就进来了 好 那将图片拖拉进来之后呢 这边就有两个点 可以拖拉移动 那我们今天呢 希望把这点呢 固定在A跟B 我们现在可以选图片 这个设定 在位置的部分呢 我们这边选A 再选B 好 这样子呢 它就固定在这个位置 接下来 这个颜色太深了 所以点颜色 这边呢 就调一半 对 那接着呢 再把这个点 再删除 好 不过我现在呢 切到N等于3的时候呢 这边你看发觉 它影子呢 叠在一起 所以对这个图片 我们一样要做设定 按右键 按设定 接着呢 进阶的部分 N等于等于4 好 这样子呢 在4的时候才出现 那我们再切换 3的时候 2 1 好 那接下来呢 再有4 4的时候呢 这个图就出现了 好 那接下来呢 图片载入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标点 先在区域呢 标个 例如说16 这个点 那接着呢 按一下这个属性 好 然后颜色呢 我们这里比如说 调成这个 亮橘色 那另外重要的就是 进阶 我们这边输入一个N 等于等于4 好 那再点选它 再往下拉 这边呢 就跑出三个点 所以呢 这边拉动 C11是天狼星 对 那接下来呢 这个是 申数4 申数是C12 然后这边 是这个南河山 这几个就构成 所谓东际大三角 那点完之后呢 我们要来见多边形 就可以用等于 Polygon 然后C11 C12 C13 输入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选取 暗属性 然后呢 这颜色 我们一样调成这个亮橘色 重要的是进阶 这边输入一个N 等于等于4 4到7到3 这个就消失 要接着要来算角度 Angle 然后呢 这边是D11 它这边呢 就标出了这几个角度 但标完之后呢 一样就是按这个属性 N等于等于4 在标签里面呢 我们显示数值 就留下这角度 就可以看到 这东际大三角呢 其实蛮接近于正三角形 三个角呢 都很靠近60度 对 那坐到这边呢 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 那如果你想要 再做个进一步挑战 如果动态的显示这标题 就可以看我们下一节的解说 那如果觉得 这一天学习已经太困难 那下一节 也可以先跳过 没关系 等之后再来练习